Hello,大家好,我是姚竹,我在新西兰,在新西兰呢,给大家聊聊这里的这事那事。 那么新西兰因为分国呢,同样也是面临着这种就业的问题。 一个是就业问题,一个是这个工作短缺,就职位短缺。 那现在职位短缺,新西兰有一些特殊的行业,或者说技术工作的行业, 还有这个劳动,劳工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工作是有一些缺口的,甚至有的还是很严重啊。 那比如说就像这种什么高级工程师啊,然后还有就是医护这边的护理人员啊, 还有建筑行业和农业行业啊,这些他们都是比较有这个缺口的。 我们之前呢,跟大家说过就是这个养牛就会缺口很大, 还有提供这样免费的学习政府,然后让你上岗。 然后昨天呢,我们又说到说养猪啊,也是缺口比较大。 所以目前呢,新西兰这个技术工种的缺口是很多的,各种各样。 那么政府呢,在这个上面其实是提供了一些资金的。 那么现在政府的有一个叫做学徒培训的计划, 那这个学徒培训的计划呢,就是会在,已经在6月份启动了。 那么在这个今年的8月份,一直持续到会到明年的, 也就是2002年,不是明年,是2002年的4月份。 那么为期呢,一共20个月,这21月干嘛呢? 就是约1.8万的雇主,他们是可以去申请的。 那这项计划总耗资是3.9个亿,新西兰元从8月份就开始啊。 那么政府呢,将会向这个雇主支付每名学徒1.6万新西兰元的费用。 那么就将近10万块钱人民币了啊。 那么政府呢,将会在每位学徒的第一年,向这个企业呢,支付1000西兰元。 然后第二学年,第二年呢,每位学徒呢,他就支付500西兰元。 那天呢,我就听说过,有一个说现在是一个汽车行业啊。 说这个汽车行业,其中有一些方面,有一些技术工种, 他就会是马上去培训,或者说你去学这个证。 不需要任何的工作经验,你可以马上上岗,就是已经缺到这种情况了。 那么之前,前两天还有朋友问我,说,哎呀,我工签好难签啊。 然后说工签怎么签啊,我想去新西兰养猪,我想去新西兰养牛,这些都怎么去啊。 其实呢,新西兰现在的情况,虽然很多工签是没有办法签,那是大众职业。 那如果比如说你们是特殊工种,或者有这方面技术工种的话, 可以找一下,国内的这种中介公司,其实他们应该都知道哈, 技术工种现在是有豁免的,就是你是可以入境的。 所以呢,现在介于新西兰的人们有一些职业,他们不愿意去, 那再加上有一些工作人员,他们曾经离开,或者还没有进来, 就是没有入境,那么就导致这个情况出现。 所以如果现在这个技术工种正好对口的话,去申请,真的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时期啊。 所以现在新西兰人,在这个新西兰风景的情况下,我感觉就是自己跟自己玩的。 所以自己跟自己玩的情况下,就是之前是比较靠海外的这种工作人员的这种职业缺口,非常的大。 所以大家有相关技能的话呢,我觉得不妨试试。 欢迎大家过来工作。 OK,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,拜拜。